第32题,有一杯20%的糖水100公克,加入300公克的水后,重量百分浓度变成多少,有些同学数学很好,可以用笔的方法就做出来,OK,没有问题,其实有人会用补习班的老师的做法,同样公式带两遍,把它求出来,这样也可以,但是补习班老师的做法的关键,跟老师上课的教法是一样的,也就是糖水加水糖不会变, 我现在仍然用这个方法来讲解,糖水加水之后糖不会变,所以我们就会写出个等式叫做,稀释前的糖等于稀释后的糖,问题是糖怎么算,老师说可以把它当作公式背起来,溶值的克数就是我们容易的克数,去乘我们的百分浓度,所以稀释前有糖水100公克,百分浓度是百分之二十, 稀释后,我原来有100公克的糖水,又加了300公克的水,所以稀释后的我们的糖水是100加上300,乘以一个我们不晓得的百分浓度, 那么这边消掉呢叫20,这边叫做400,乘以我们的X,X就等于四百分之二十,也就是呢,我们的0.05,0.05呢也就是百分之五, 所以我们稀释后的浓度是百分之五,第三十二题问我们说,重量百分浓度变成多少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百分之五。